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各位呀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鬆菸成品 那鬆菸成品有什麼好開箱的呢 其實是他們現在接棒信義成品 成為了新的24小時書店 我們等一下要來參觀的就是這一個 MT母公司的100週年特展 就辦在鬆菸成品的三樓 那我們就上出上樓 哇 大家 一樓一進來大家抬頭看一下喔 這邊頭頂上滿滿都是紙膠帶耶 真的超壯觀又太美好啦 那我們進來之後呢 就跟著人潮走吧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鬆菸成品三樓新布巨豪的展區啦 鬆菸成品 推變成24小時書店的第一場特展 是日本居民的核紙膠帶品牌MT母公司 KAMOI加工紙豬市會社的 100週年海外獨家紀念特展 我個人喜歡紙膠帶的起點呢 其實就是從MT開始的喔 所以聽到這一次成品辦特展 就非參加不可啦 這邊連牆壁上都貼滿了MT紙膠帶 這光是要對花應該就需要很多時間吧 非常動心喔 好 各位看一下這一場卷 這裡面有10款紙膠帶 是獨家限定的台灣觀光印象紙膠帶 你看這邊有索搖飲料景點還有雞排這一些 和台灣有關的文化點滴 很有台味也非常可愛 這邊可以看到一大群日本節慶必備的木生 一塊木打造的木生呢 你拿進一點紋會有一種淡淡的香氣 它上面分別是有綠色、黑色、紅色的三款字樣 你可以選擇這一區日本活動限定款的四卷紙膠帶 當成一個套餐帶走 在這裡我逛著逛著就突然停下來了 因為我看到很多的彩色漸層 這邊呢是日本傳統顏色系列 每一組會有10種顏色 據說全系列是100色 所以會有10組 這個如果一個沒忍住啊 這肯定是要全包的嘛 好 這邊還有一個小區塊 陳列的是可以書寫的紙膠帶們 有興趣的各位可以參考參考 我們來看一下旁邊的牆上呢 有這一種可以翻開的小書殼 這裡面都是關於MP的小知識哦 可以來看一下 你對它們有多了解呢 各位可以想像嗎 其實紙膠帶它最早是屬於工業用品 它是功能取向大於藝術性的產物 直到這一間做補銀紙其家的企業 碰到三位喜歡紙膠帶的女性 才開始讓紙膠帶 慢慢變成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樣子色彩繽紛 而且圖案很多元的樣子 就好像是在看成長史一樣哦 有一點感動也非常的開心 在這個角落呢 有不少日本限定的紙膠帶 還有品牌100週年的超可愛磁鐵 我很想要把它貼滿我家冰箱 還有這邊各種尺寸的小袋子 是這一種藍黑色的布料 上面搭配白墨印刷 可以看一下你需要的尺寸再來選購 那它們呢都是首度來抬的款式哦 當然啦 還有這幾款小袋袋 它是用盒子膠帶的花紋 來印刷的繽紛小可愛 最吸引人的地方哦 應該是這個背後的小布標 它如果單出貼紙啊 我一定會買一多 嘿各位看一下 我們去年在特展已經有買了切割墊 現在呢有這個聯名款 上面的圖樣啊 是用品牌的標籤堆疊的 日式懷舊風格 很有質感 那特展當中 還有這個聯名款的擴箱組 用紙膠帶的圖案 來點綴白水晶 是兼具可愛和療癒的實用性美物 紙膠帶花紋的折傘 輕巧又實用 時尚可愛 沾腸最特別的 還有這一台 開運解貨販賣機 只要118塊錢就可以玩起來 你千尋想要問的問題 按下去 然後呢 掃描你的QR Code 就會掉出這一小盒 好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哦 是一張掃籤詩 還有一個小徽章 以及一卷隨機的紙膠帶 用一個互動方式來感受抽盲盒的快樂 超級有趣耶 那如果玩累了 旁邊有咖啡館 在展覽期間 還有推出MT限定的下午茶套餐 你甚至可以在成品松菸的圖書區 看見MT品牌的展示 告訴你品牌歷史 還有各種不同的 舊商品、舊標籤以及蓋章的地方哦 淺淺帶各位逛一下 松菸成品的小特展 展工時間會到3月3號 有空的話可以來走走看看 影片最後呢 帶各位稍微看一下2樓的文具區 祝福成品的24小時書店 擺到松菸之後 可以繼續的欣欣向容 陪伴大家感受文具的美好 享受濃厚的書香氣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哦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